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安卓自定义空间 我是您的主将老师Toby 我们上节课讲了一下 计程布局的这种方式 它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会用这种方式来自定义空间 我们举了一些案例 给大家看了一些图片 它通常是在我们这种第一种情况不好实现的情况下 它是可能有我们多个已有空间组成的这样一个布局的形式 这样来实现我们的自定义空间 我们今天来学习继承布局这样方式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的效果先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做出来是这样一种效果 就说其实这种东西在我们的APP里面很常见 在一些设置的地方里面会用的很多 但是可能那些地方我们做成CVU是不方便的 它会有一些间隔 中间还插了一些标题之类的 然后我们封装这样一个空间 大家看它左边是一个文字 右边是内容 然后右边是一个小图标 然后并且它有一个按下的效果 其实就是说我们封装好以后在我们APP里面 假设说UI哪一天它要改效果了 它说这个东西我要间距调大一点 文字调小一点 可我们就只需要改这一个空间的一个地方 我们APP里面所有的地方全都会改变 然后并且我们可以给它制定一些属性 制定一些属性 然后可以改变它的单独改变它的标题 改变它的内容 然后选择是否显示这一个小箭头 这个可能在我们下节课会讲到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样一个空间是怎么样做的 我基本上会全部写所有的代码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 好了 现在我们 打开我们的安卓Studio 现在我们来先创建一个项目 这样因为演示我就不改名字了 就默认全默认 好 好 现在项目新建好了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我们的制定空间 新建一个类 这个空间它的名字就叫做 因为这是一条一条的这样一个item 什么叫itemview吧 然后 因为它是我们继承布局的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其实一个 嗯 可以做相对布局 在这边靠左 这边靠右 然后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我们 制成一个相对布局 好 然后添加一下它的构造函数 然后我们写一下它的布局文件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图 图 你看它是一个 左边 左边文字 右边文字 右边图标 我们可能会就是说 只有左边的标题和右边的小箭头 没有文字 也有可能只有左边的标题和文字 没有小箭头 所以说这两个到时候可能会有隐藏显示的 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隐藏显示的话 它们如果有一个隐藏 另外一个也要靠右 所以说最好的情况 我们把这一坨 包裹起来 然后让它们靠右 然后有任何一个隐藏调的话 也不会影响整个靠右的这种情况 我们先写嘛 写的时候大家会就会 就说 不知道怎么弄 我们现在一般的来写 我们现在是相对布局 那这个渠道是没用的 然后 左边的是个TestView 对吧 TestView 右边的也是一个TestView 右边还有一个ImageView 左边的这个TestView 左边的这个TestView 我们先 我们先把它的ID都加上吧 TiLift 这是右边的TestView TestView 然后再加上ImageView IV 是个小箭头 Aerror 然后左边的这个TestView 它应该是在复空间的最左边 然后右边的这个我们就要注意下了 你想一想我们要同时 这两个东西都靠右 并且TestView在ImageView的左边 并且让它们其中任何一个显示隐藏的时候 不会影响另外一个 所以说我们考虑用一个 这个Internet把它们包起来 现在我们把它又放进去 然后我们让这整个Internet 让它靠右 然后为了容易的在这个 Preview这个预览里面看到效果 我们可以给它写一些文字 当然这个是不规范的 只是在我们 就说看效果的时候可以用 当然可能写了之后 最后需要把它去掉 然后这个小箭头的话 我这里推荐推荐一个 就是说 图标的网站吧 这是阿里巴巴的一个图标库 这里边有我们常见的 常见的各种图标都有 比如说这个 箭头对吧 我们就收箭头 大家看这很多各种各样的箭头 然后我们点击下载 再可以选颜色 这是给你写好的一些颜色 你也可以自己在这里面 输入颜色 或者在这里选择都可以 非常的完善的功能 然后也可以 大小 这里可以选 也可以自己输 我们选个这个颜色 感觉要合理一点 然后写一个大小 比如写7色吧 有三种下载的格式 我们一般用的是这种 偏激的格式 然后我们要下好了 我现在已经下好了 下到这里 我们的课程资源里面 就这个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拷贝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现在Android Studio建议 我们把图片资源放在这个Map里面 先我们放在里面 它会让你选文件夹 这个XXHDPI对应的是1080的效果图 我们现在一般 我们现在公司自己公司可能会用这个了 因为可能 现在虽然说720P截止到现在为止 16年7月份 720P的还是占了多数 我们看一下有一个统计 这就多说两句 可能对大家其实 特别是新手的 新手的安卓开发会有一些帮助 这就网太卡了 有蒙指数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很官方的这种统计 谷歌的他一些统计 对于我们国内的可能会有一些差别 所以有蒙 嗯 其实用的公司还是挺多 所以说有一定的参考性 我们看一下分辨率 安卓分辨率这一块 加的比较慢 现在分辨率的话 截止到2016年7月份 我们看有蒙上的统计 它的分辨率 最高的依然是1280×720 然后其次是1920 然后因为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 手机都一直在发展 可能就是说过一年或者怎么样 1920×1080应该会成为主流 这个1280的会慢慢变少 其他的可能就更少 但这个2K分辨率 这个可能会慢慢增多 所以说我们现在以1920×1080 来作为这个基准的分辨率 嗯 UI切图是按这个效果图来做 切图是按这个大小来切 这样的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图片 在我们的小屏幕 或大屏幕上是做了放大 或者缩小的一些拉伸的 这样的操作 一般来说一个图片 它稍微缩小一些 可能对进度的影响比较小 但是放大的话 影响就会大一些 其实我们所有的图片 放到所有的都会影响 只是我们能不能识别到而已 好 现在我们放到XHDPI里面 现在这个名字就不用改 直接叫这个名字 好 先放进去 现在我们设置一下 这个它的SRC 这个叫选MipMap Aero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效果 这个当然它都没有居中 我们先让它居中 上下居中 这个就居中了 这个也让它居中 我们看这两个是没有 也没有居中的 我们让它这类部也居中 好 这两个居中了 OK 然后我们看我们这效果图 它是旁边是有一些这种 间隔的 所以说我们写一个party 就说10DP吧 它中间隔开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效果图 它的 它的这个 文字 文字它是有大小的 然后有颜色的 有颜色大小的区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设置它的大小 这个可以直接设置在这里边 也可以写个style 写个style的好处 可能说我们更规整一些 但是我个人偏向于写在这里边 嗯 到时候比如说这个空间我写好之后 它应该是尽量的结合合 我在我这个项目里面用 我另外一个项目要用的话 我就只需要 对吧 图片 XML 文件 三个就OK了 如果你还关联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反正到时候可能考的东西要多一些 但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library的包 嗯 看大家习惯吧 我会尽量能够聚合在一起聚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写它的taker size size 我们取一个15吧 然后写conor 这写一个 写个颜色吧 这颜色可以 大家看这个 这个小点没有 这个Android Studio非常的 可能以前从Eclipse转过来的同学 应该知道这个确实强大了很多 OK大家自己选颜色 啊 非常的newb 看颜色就变了 然后感觉这个颜色稍微还是浅了一点 再加深一点 好 然后我们再给我们的后面这个文字 设个大小 它比前面的文字小一点 我们给它设一个14的SP版 这个颜色也浅了一点 我们给它再设置一下颜色 嗯 比原来的前一点会比较好看一点 好这样 OK 然后这两个东西如果同时显出的话 最好有一点间距 有点间距 我们给它设一个间距 是一个 margin right 10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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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点大 5dp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然后一般来说 你看我们的这种设置 它是有一个这种边线的 这个边线是加在这个整整个空间的上 上边一条下边一条这样子 这种的话我们最好是把这个我们这坨再包一层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简单的处理方式 再包一层 好 这样做 再包一层 好 我们把它包到里边去了 然后两个边线我们就把它写到外边 边线我们看这个是上面一条 然后下面一条 这个在中间这种最好就是说用 先行布局 自动板我改了 它就闭了 然后我们设置它的方向是垂直 垂直方向 我们加两条线 然后线的话 因为它就是一根线 我们只需要设一个背景 一般来说这些线用epx会比较好看一点 太大的话 用dp的话它会比较大 我们设置下它的背景 背景的话 这个我们看一下 设置一个 其实这个颜色就可以 我个人觉得 设置一个 在下面再来一根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感觉深了一点 轻一点 然后再好一下 是那根线 好 这样一个布局我们就搞出来了 然后我们要把它引到我们的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没有写 就是点击事件 点击的效果 点一般来说我们这些item点击之后 它都会有一个变化 这个我们也把它写在我们的空间里面 这个我们也把它写在我们的空间里面 我们现在新建一个select 叫做item吧 我们要设置它的正常的状态和正常的状态和这个按下的状态两种情况 我们把prest prest 选出来 好 然后再弄一下它的正常的状态 正常的状态我就什么都不加 它是从上到下这样来选 我一般就设置颜色就可以 当然你也可以设置选中的图片 因为你什么间边的效果或者发光发亮的 可能用图片 我们用颜色的话 我们需要先定两个颜色 在这里定两个颜色 定两个颜色 一个叫做color item normal 一个就叫做color item prest 对吧 这样ok 一般来说我们会选一种比较浅白色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一个一般来说我们会选白色正常的情况下 好 这就是我们normal和prest 好 现在我们把它贴到我们的snicker里边 下面是normal 这是prest 好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选中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复制这个名字搞过来 搞到我们的布局里边 把它射到这个中间这一坨 这个叫做able 它放在做able里边的 嗯 现在我们还看不到效果 我们需要把它加到我们这个布局里边去 一般来说做得好一点的话 我们可能会把它三个 三个 三个各种函数都写进来 但 其实这个中间这个一般来说可以满足 我们写一个 直接在这里边写吧 我们先直接在这里边写 我们把布局加进来 我们把这个布局叫做itermnet 这个其实它有一个坏处啊 因为我们这个布局拉进来之后 它是绑定在这个外层布局下面的 看一下 它这个是有一个root 相当于我们这一个 这个layout 也是它的一个子类 一个子布局 然后我们现在绑定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几个 把我们的几个ID找出来 tvnet 然后tvrite 然后tvrite 然后iv arrow 这几个 textview findview 写的时候都尽量节约时间怎么快怎么来 然后我们把这几个laying进来 先感觉特别方便啊 以前 Eclipse里面都是直接 先把这名字搞进来 把它放在这里 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写一些函数来对这几个空间进行一些控制 东西找出来了 东西找出来了 然后这是我们一个itemview 我们现在来调一下效果 我们在我们的man activity里面来试一下 就我们最常用的activity 我们现在把它把它引进来 引进来的方式很简单 我们要加上我们的全路径 我们就当成一个普通的布局 linear net relative net 这样来用 好 插进来了 我们还需要多加两个吧 好了 我们看效果已经出来了 但是看一下它这个两边有些间隔 我们把它搞掉 好了 那怎么只有一个呢 对这个布局不太对 它把全部覆盖掉 那设置一下它的方向 好的 好的 先我们来跑一下看一下 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效果 大概引用的方式就是这样 这个itemview 只是可能这个路径会长一点 其他的和我们用一个002体 这种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写个id 到时候我们可以在我们的itemview里面 制定一些函数 嗯 到时候我们可以在外边 灵活的 灵活的设置它们的值 大家看这东西跑起来了 好 我还有一个 哎 我点击效果呢 看一下啊 是不是不太明显 好 由于本节课时间 讲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点击效果还没有 然后我们加了三个布局 三个空间 为什么只选了一个呢 还有我们的里边的内容该怎么来设置 比较方便呢 我们下节课继续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